据韩媒报道 《和我老公结婚吧》将在11日杀青 主演们和剧组正在进行最后的拍摄 据悉剧组为了防止结局泄露 对第16集的拍摄下达了封口令 《和我老公结婚吧》在本月1日首播后成为人气电视剧 所以格外注重剧透和结局相关内容的泄露 而《和我老公结婚吧》改编自同名小说 之后更连载成漫画 由朴敏英 罗仁友 李一庚 宋世云 李启光主演 讲述因至亲与丈夫的背叛而迎来悲剧性结局的女人 回到十年前江自己 悲惨的命运还给他们的第二次人生 目前仅播出四集就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 收视更从5.2%上涨至7.6% 不断刷新自身 新高 第三集中 女主江志愿就获得重生机会 并依照未来遭遇来改变过去人生 她某天收到闺蜜的精品假货 但江志愿知道郑秀敏是要陷害她 打算想让江志愿在大学同学们面前出球 好在有公司后辈刘夕妍 崔奎丽事的帮助 江志愿以重新投胎的外貌成功惊艳大家 也顺利化解当年被郑秀敏诬陷的任何谣言 特别是郑秀敏宋世云是超震惊的表情 180度大转变的江志愿则露出从容的微笑 并对郑秀敏说 什么呀 不是只有我们俩吃饭吗 然后亲切的和大家打招呼 江志愿在同事刘夕妍 崔奎丽事的帮助下 从头到脚都换了一个人 前一天江志愿对她说 其实还很苦恼要不要去参加同学会 因为以前被鼓励了 对此刘夕妍向她伸出手说 我终于可以报恩了 然后带住江志愿去她长区的美容院 江志愿的登场立即引起所有同学的关注 这也让郑秀敏的极度心爆发 原本郑秀敏送给江志愿的耳环是仿冒品 此前刘志和罗仁友是就曾提醒过她 刘夕妍知道真相后就把自己的真品借给她 有位同学就比较两人的耳环 并对郑秀敏看来是跟注买的吧 秀敏啊 要买真品啊 感到丢脸的郑秀敏只好把耳环拔掉 郑秀敏的绿茶事迹已被揭露的同时 意外曝光江志愿跟白恩浩当年无疾而终的恋情 竟也是郑秀敏一手造成 原来当年谣传郑秀敏称跟白恩浩交往 江志愿却基于郑秀敏的男友 其料白恩浩突然现身同学会解救江志愿 证实没有跟郑秀敏谈恋爱 因为她喜欢的人是江志愿 江志愿被白恩浩晚了十几年的告白吓到 原来他们都是彼此的初恋 但现在因为银错扬叉的误会影响 即使错误一一道正解开 目前有了征牌男友朴敏患 爱慕江志愿的刘志愿 罗仁有诗的存在 江志愿跟白恩浩的关系能否有进展 在第四集中 罗仁有诗演的刘志愿的秘密也被公开 她的第一次人生中在江志愿朴敏英诗的葬礼上 看到朴敏患了一更是和郑秀敏松世云是被警察带走 还听到高中同学们闲聊与白恩浩黎启光是相关的事 之后因事故死亡后回到十年前 为了不让这些事再次发生 因而偷偷帮助江志愿 刘志愿和江志愿见面 江志愿对她说正在准备及时食品的企划案 并说了之后想学的东西 刘志愿摘下眼镜后 江志愿也问她要不要尝试戴隐形眼镜 看来及时食品的企划案应该不会被郑秀敏抢走 期待江志愿之后更多反击案 目前剧情节奏很快速 让人期待之后的剧情发展 随着剧集的拍摄完结 主创团队签下封口令 极大概率可能是剧版和漫画本事 有了出入 之后可能会通过花絮和CP营业 徐徐仿出精彩的可能 而就在11日 朴敏英喊曝光一组高中制服照 引发关注 稍早朴敏英晒出一段影片 画面中她身穿白衫搭配神蓝色背心 搭配白折断裙 露出一双修长眉腿 长直发搭配简铃捏捏头刘海 对住镜头土舌独嘴 美丽放电 戴住黑矿眼镜模样相当可爱 俏皮 朴敏英透过IG发文 幽默表示支持高中孩子 学生制服照曝光后 吸引大批粉丝精 细微观留言 快40岁了 穿着高中制服仍然完美无瑕 为什么这么可爱 如果我不知道 会认为是真正的高中生 大赞朴敏英扮起高中生 脸蛋毫无违和 好的收拾和新剧完结 终于带给了朴敏英好心情 还记得她元旦与导演朴元国 及其他演员现身记者会 坦言去年神心状态都不太好 每天都在后悔 并保证不再因为任何话题 而发生不光彩的事 间接对卷入诈欺前科富豪 旧爱江忠贤向大众道歉 聊到2023年那段不堪的往事 她说虽然对我来说是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时间 但真的每天都在后悔 我去精神科医院做脑波检查时 也出现自责的危险信号 那段时间反而让我明白了 本月是什么 什么时候最幸福 在片场如往常般演戏时 既漂亮又闪耀 我目前接受一切了 现在已是变健康的状态 想真诚地说出这件事 对于让外界感到失望 朴敏英首度公开道歉 最对不起喜爱及珍惜我的粉丝们 为了不再因为任何话题 而发生不光彩的事 身为演员的我 展现好的一面才是解答 我下定决心 要成为让大家骄傲的演员 我感到很后悔 正在回到之前演戏的状态 谢谢大家 她的真诚打动网民 纷纷为她加油打气 虽然朴敏英这次对外公开 是为了贴近癌症患者的憔悴 瘦弱状态 特地减重减至37公斤 在和我老公结婚吧中 也能看到朴敏英脸受到双甲凹陷 感觉整个人只剩下骨头 让不少网友看到都超震惊 是朴敏英有史以来最瘦的样子 而这一切有没有情感因素 可能只有她自己有答案 其实在朴敏英身上 这位坦诚的非自然美女 虽然在浪漫爱情剧里 常常是收视保证 但围绕她的争议从来都没少过 正容是她发展道路上的一次冒险 2010年 她与宋仲基主演的校园剧 《成军观绯闻》 让她成为了KBS的台珠子 正容的副作用开始现现 她的脸庞渐渐失去了 以往的嫩感 苹果肌消失 印发了观众的质疑和批评 这次正容让她在外表上 焕然一新 但却失去了一些原本的特色 2017年 朴敏英再次换了经纪公司 这次选择了一家私人经纪公司 标志着她娱乐生涯的一个新阶段 她的恋心再次发生变化 苹果及凹陷 正容的后遗症愈发明显 这个时候 她的娱乐事业似乎步入了下坡路 2018年 朴敏英参演了备受瞩目的 《金秘书为何那样》 一度让她再度翻红 这次的成功更多的 归功于剧中的男主角 和原著漫画的影响 剧中的整容女王在剧中的形象 引发了观众对她整容式的关注 甚至被当成整容模板 2020年 朴敏英再度露面 主演天气好的话 我会去找你 观众发现她的外貌再次发生变化 引起了不少担忧 2022年的新剧《金木水火土》 更是让观众成目结舌 剧中的她 苹果鸡和古脚园等全部消失 双甲严重凹陷 样貌瞬间老去 观众们纷纷表示担忧 认为她的身体状况可能受到了影响 但在她的采访中也解释到 这是因为受导致的 并非是整容后遗症 不过在这之后 她没能等自己胖回来 就遭遇了前男友事件和新剧的造型要求 不同的是 这次她专注角色 以及给观众带来好的观影体验 心态回归的她似乎在证明 就算瘦了 姐的颜值还是能打的